中国人又发现 还有一个12年来影响我们的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这五大行星里边 木星是最大的 在这里边比例是不对的 如果按比例来说 这个木星要比土星大得多 而且木星离地球还近 我们知道每一个天体 这些叫天体 它们都带有强大的引力了 这些引力就肯定会影响我们地球 那么12年就绕一圈 所以就有一个12年的变化周期 因此中国人又搞了一个叫十二地支 就是这一些了 这十二地支 其实十二十二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十二生肖了 子就是鼠嘛 丑就是牛嘛 为什么不是十一生肖 不是十三生肖 原因就是这个